没有,这次攻击了解决于 历史国家的历史基础 克里米亚大桥发生爆炸 让普清大动干火 强调是俄罗斯遭到恐怖攻击 出手轰炸基辅作为报复 在俄罗斯以及乌克兰采访超过15年的 《卫报》记者分析 认为普清对乌克兰特别执着 他甚至把历史追溯到一千多年前 拉基米尔大帝在克里米亚受洗 把东正教带入俄罗斯 形成普清心目中的俄罗斯文明 在普清心里乌克兰始终是俄罗斯的一部分 也因此亲欧派在乌克兰势力越来越大 让他倍感忧虑 2010年亲俄派的亚努科维奇上台 但乌克兰的局势并没有按照普清预料的方向发展 2013年亚努科维奇宣布中止和欧盟签署政治 还有自贸协议 并且加强跟俄罗斯的关系 瞬间引爆民怨 一场亲欧盟示威运动 在乌克兰有如信心之火 最后还导致亚努科维奇仓皇出逃 但普清在克里米亚的军事行动只是棋局里的第一步 去年春天大举派兵前往乌克兰边境展开军演 就预告了即将发生的故事 普清在2月宣布承认乌克兰东部的顿念刺客 还有鲁干斯克的独立为扩大领土范围做准备 就在大局入侵乌克兰之前 还召开联邦安全会议 俄罗斯的高级官员得一个个走上讲台 表明对乌克兰东部独立的支持 如果没有按照剧本走 普清就像个严厉的老师 正常会议展现普清对乌克兰的偏执 他一直深信自己并不是站在乌克兰的对立面 哈丁认为普清心中的执念 已经让他更现实脱节 为了实现心目中统一的俄罗斯 并且让西方国家得到教训 普清的这场恢复俄罗斯荣光的大戏 恐怕才刚刚开始 TVN新闻综合报道